我的東西是無法解釋 但是剛剛有些夢呢 其實跟 為什麼呢 要回到今天啦 夢跟健康 到底它的關聯性 做了什麼夢 有可能你要注意身體 不愧是主持人啊 你知道嗎 你的夢看身體哪裡有問題 第一種類型 就是夢好多 人一直做著做的 受不了 超會做的 對不對 很累 不睡覺還好 一睡覺還要累 因為你夢一直來 就等於說沒在睡覺 有可能也對 你覺得很滑得來嗎 沒有 你睡覺睡了大概七個小時 你就去了好多地方 沒有 沒有 怎麼會 那個鬼追你醒來多累 快累死了 你知道嗎 我沒有鬼在講 玉琳的夢也好 可是我最討厭的夢 應該是就是 那時候就除夕一夜 打麻將 然後你在夢裡面就 夢到自己打麻將就算 還一直輸錢 連這種都可以夢啊 四餅啊 九萬什麼的 然後醒來之後還輸錢 你在夢裡可以耍老千 你不知道嗎 你的夢其實可以靠你去控制 你現在在夢裡面就要怎麼做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容易 一直做夢的人 然後我有一次 我後來有一天醒來 我就開始在 我去買了一本書 叫關於做夢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我快被夢逼瘋了 因為我一直被追... 我發想 這一定是夢 反過來追他 然後我就有辦法 就去追他 我會想辦法 你就去追他喔 然後這時候慢慢... 我就會醒來 因為我開始覺得我可以控制那個夢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我已經開始可以慢慢... 就是回到現實面了 就是... 意識已經恢復了 意識恢復了 那這個目前是用來治療一些恐懼症啦 所以就像愛里斯講 我被人家追我很害怕 那我反過來 如果可以訓練成我去追別人 我就不會害怕別人的追 那說不定這個控制到最後 有一天會像里奧納都那一部電影 夢中夢 對 夢中夢 大陸進步大陸進步大陸進步 沒有... 你在教我們啦 我滿想控制的 我有夢過一種夢是真的可以控制 就是我在夢裡面 然後突然被電話聲吵醒 醒來之後其實我在夢裡面 可能要打開抽屜 拿抽屜裡面的東西 可是斷了之後 我很想知道我到底從抽屜裡拿出來 是項鍊還是錢 所以我就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一定回得去 我一定可以回得去 我一定回得去 回去那個夢喔 然後睡覺之後就回去了 就回去了 但打開之後不是項鍊也不是錢 鐵鏈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鐵鏈 可是至少我回去了 就是我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要回去那個夢 怎麼有辦法這樣 這麼厲害喔 我有試過 我覺得...常常我覺得身體 真的是跟夢... 身體的不舒服或幹嘛 是跟夢連結的 像我有一陣子 就是我在... 就是減 喂 有一陣子而已 只有一陣子 長久不來 而且我講這個 你幹嘛講 我在那個精狂減肥的時候 晚上都餓到快死 我在夢中就是在吃雞腿 你知道嗎 肯麵包 然後我就吃得好爽 但我一起來的時候 竟然不是真的 我快殺人了 你知道嗎 好像那個雞腿是假的 不是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我的身體 可是我的夢中會... 就是我在現實生活 沒辦法得到滿足 我在夢中他去滿足我 好 所以這個夢好多 它可能會衍生什麼樣 身體健康的問題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喔 肝不好 身體疲累 我的天 情感脆弱 而且多愁善感 真的 有嗎 我覺得最近肝不好 妳最近肝不好 我最近真的肝不好 就覺得睡了 也沒有睡飽 就一直做夢 然後吃了也覺得沒有吃飽 我還跟我老公說 我會不會又懷孕了 就是...也是有可能 就是你睡 就覺得睡不夠 然後吃完飯以後 又覺得怎麼辦 我好像還是在餓 就每天都處在這個情後 我在想說 是不是真的最近肝不好 其實中醫講 妳氣血循環不好的時候 肝血不足 或者是心腎不焦 意思就是說 肝臟我們知道 它是藏血的器官嘛 那血可以射魂 那睡覺的時候 這個破跟魂 還會跑回我們肝臟去休息 所以妳肝臟不好 血不足的時候 妳就沒有辦法射住妳的魂 妳就會開始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多夢 然後會越睡越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夢 如果是疲勞引起的 就是應該把身體調整好 不然它其實可以有 剛剛講說這種 刺成相識夢 預知夢 它反而是有那種 疏解我們心理 然後平衡心理的效果 這是好的 可是如果是身體不好 引起的這種夢 應該要把身體調理好 它提醒妳說 真的是過勞了 對 不過陳醫師 為什麼 這每個人 為什麼有的人做的夢 數量就會特別多這樣 為什麼有的人做的夢 數量就會特別多這樣 其實根據科學上的研究 每個人 一天晚上大概做四到六個夢 是很固定的 那是正常的嗎 那是正常的 那之所以我們會覺得夢很多 那通常是來自於一個錯覺 什麼錯覺 就是妳身處在潛睡期 妳對外界的刺激有所反應 所以妳處在如夢似行的狀況之下 妳覺得在做夢 所以基本上夢多 並不是真的 所謂典型的快速動眼期夢很多 是妳處在潛睡期 對外界刺激 妳解釋成它是夢 事實上 在醫學上它並不是夢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說 有這個狀況 你們應該去做一下 醫學上的一種叫做 它就會檢測出 這到底是夢還是其實是潛睡期 他那個要在音樂睡一天 對 而且我們大概一直都完全就相反 為什麼我們做的夢一樣多 可是我喜歡做夢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次我就是坐高鐵的時候 然後瓜哥坐在我旁邊 他就看到我拿手機這樣 然後他就說 該小可睡著了 然後大概五分鐘左右吧 然後我醒來 他就這樣看著我 他說妳剛睡著妳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啊 因為我做夢了 然後可是在這五分鐘 我覺得我睡了大概有 一個小時的覺 就很飽 非常非常飽 然後我這樣做夢 我就覺得起來好有精神 很夠本耶 所以我會 我會覺得很喜歡做夢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只要就是做夢 我就可以很舒服的在睡覺 可是如果照程師說的 做夢是在潛眠期的話 那為什麼他就精神保美 他就這麼累 通常短時間睡覺醒來 精神會很好 並不是夢境 可是你先前累積很多睡眠在 你可能前幾年都睡得很不好 所以你才會補充一下 就精神就來了 那通常都是長期熬夜 本來你就很缺乏睡眠 你才會睡一下就覺得 比沒睡好很多 那有可能會做夢就對了 那當然 所以精神好跟夢是沒有關係 跟你睡那一覺是有關係 可是有時候睡一睡就是 想動動不了 好像鬼壓床 那就是真的被壓床嗎 那就是你的夜長 那就是真的被壓床 那跟夢就無關了 那沒有關係嗎 我這個夢中我不很清楚耶 就是我知道我想要動 但是我動不了 你怎麼會 是我還在做夢嗎 還是我已經醒了 你可能你有做夢的前途 你有畫的畫嗎 還是不能動嗎 還是起不來 這個就涉及到我剛才講的 我們剛才那個意志神經源 我們正常做夢是不會有反應 可是我們偶然會 我們的意識會清醒 但是那個意志神經源還在動作 所以你身體是不會動的 但是你意識上是清醒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我人很清醒 可是我手腳沒辦法動 因為它是透過不同的神經機制 在控制的 你某個神經機制還沒醒來 你某個神經機制醒來了 那是 尤其是特別累的時候 所以不用太擔心 特別累的時候容易被壓 那個研究上 它不是一個很清楚的病理 它通常會治癒好 它不是一種病 對啦 所以以後也不用罵髒話 對不要罵髒話 你罵髒話之後覺得好 是因為你整個都清醒了 你的神經意志也解脫了 所以你又覺得可以動 所以還是可以繼續罵 所以你沒有關係 你罵髒話 你罵髒話 現在就有效了 有一些人呢 剛好跟你相反 這些人他就很害怕做夢 像之前有個老伯 因為他一天到晚在做夢 然後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結果他發現 奇怪 媽 你長是怎樣 家裡的人會怕嗎 媽就說 媽 我在怕 他說 我在怕 因為他只要一做夢 又常常做夢 做夢只要動作派來 他就開始做動作 你知道嗎 所以他老婆一天到晚要做 後來就發現說 你有可能是因為一般正常人做夢的時候 照到你人家是手腳不會動 即使變你在走路你在跑 你在幹嘛是不動 可是他那個神經意志壞掉了 所以他會動 就你知道 沒有多久之後 這個老先生出現另外一個症狀 他們發現 其實他那個徵兆 可能是他失智症的前期 他後來真正進入失智症之後 才發現原來就是因為那是一個過程 他那個時候他的神經元病變 沒有辦法抑制住 所以那時候 他老婆真的超怕他做夢 真的 他一做夢就是手腳都會開到動 這個老公就失智了 後來就失智了 我好像也會動耶 我好像有一點耶 其實今天根本沒有你通稿 所以如果有這一種夢好多這種的話 其實是應該要去找醫生上會檢查 要睡眠不佳 其實中醫來講 睡不好一樣會有這個肝的問題 那肝血不足 然後肝氣不足的話 那你一樣就是開始會多夢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 從這個方向來做起 比方說這個小鐘你就說 早上六點都會起來怎麼辦 那時候走大腸筋 所以你會不會是真的是 因為結石後的後遺症 大腸筋 介紹一個 你好 這時候走判決時速 對 都是一些綠色養乾的東西 試試看 所以也許從這個方面來調理一下 其實我覺得 沒關係你就去公園抖一抖 走一走 快站中級啊 就是一個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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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аются 沒錯 會不會是